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抗战英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 接到美国空军司令部的命令 他在中国战区的职务被正式解除 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 他鉴于中国的空中威胁 建议利用中国战略纵深的游历条件 组建一支拥有一百架驱逐机 和一百名优秀驾驶员的航空队 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空中威胁 蒋介石采纳了他的这一建议 并委托他组建一支 由美国飞行员组成的美国志愿航空队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支持陈纳德的建议 1941年6月 中国从美国购买到P40驱逐机100架 7月由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 医生等地勤人员组成的 美国志愿航空队首批队员 从美国启程经澳大利亚新加坡抵达缅甸 在缅甸的铜骨开始训练 最初美国志愿航空队 在飞机头部画了鲨鱼头 用以吓唬日本人 1941年12月 美国志愿航空队在昆明上空 第一次对日机作战胜利 击落日机6架 由于当地居民从未见过鲨鱼 于是将这些飞机称作飞老虎 陈纳德得知这个名称后 觉得很好 好莱坞著名的迪士尼公司艺术家 华特迪士尼亲自动手 设计了一只张着翅膀的老虎图案 至此 美国志愿航空队被正式命名为飞虎队 1942年7月3日 根据美国陆军部和蒋介石的命令 陈纳德将美国志愿航空队解散 令组隶属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大队 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 陈纳德改任特遣队司令 军衔为准将 一年三月 特遣队扩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 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 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6月 飞虎队共出击102次 即512架次 击落日击193架 击毁日击75架 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作战 此外 还开辟了驼峰航线 为中国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70万吨 运送人员达33477人 1945年7月6日 陈纳德正式向他的上司主动提出辞职 7月31日 在得到批准后 8月1日清晨 陈纳德乘飞机离开了中国 中国人站在跑道边 向他这位中美联合抗日的 提出代表致敬 明镜是最大的 明镜是最大的